就一下子让人觉得说 哇 刚才那个情境接得很好 对 但是我提醒一下 就听说你还喜欢一首诗 哪个 这是为什么呢 一首叫做为什么的诗 为什么 刚才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能接那句吗 没文化真可怕 因为林老师是爱去读书 包括是看一些诗歌的部分 那您其实自己也会写词吗 诗也会写啊 写了什么 有没有写过一些作品出来 比如说这盘专辑没有 这盘专辑没有 然后呢我自己的有一首歌 可能会放在下一盘专辑 然后 十年之后 对 也是写给家乡的一首歌 我的家乡在吉兵省公主岭市 什么什么岭 公主岭 公主岭 离长春很近 长春很近 对对对对 然后呢是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响灵公主就在那里 然后呢 我想很想给家乡写一首这样的词 然后把它唱出去 我说描写家乡 然后就写了 第一句是这样的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第二句 有一个俊俏的儿郎 第三句 他变成美丽的姑娘 第四句 把歌声传遍四方 写完了之后 我还感觉挺不好意思 我说本来是描写家乡 如何如何美啊 我们那个地方 东北大平原啊 什么玉米多丰收啊 突然写来写去 写到我自己头上来了 家乡是跟自己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我现场特别想考验一下一首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这个狐狸老师有看到这个词吗 他看到了 他怎么说 他说他写得蛮好的 他说你 你就属于这种一语双关 把家乡夸了 把你自己也夸了 那这首歌能不能现场帮我们带来一下 我们听一下 好的 没问题 好 来 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 有这样一座美丽的小城 它的名字叫做 宫竹岭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有一个俊俏的儿郎 他变成美丽的姑娘 动人的歌声 穿遍四方 有一个美丽的船上 有一串神奇的铃铛 他带在宫童的身上 他带在宫童的身上 流河的水扬 游向远方 路上宫童 宫童铃银上 白山黑水 我的家乡 小铃公主 云南无云荡 云霞在巡礼 我都会故乡 好听 顶上公主 刚才在整个我们的聊天的过程当中 说到了这个花满楼里头 其实扮演了是四大美女 对不对 大家都津津乐道 会觉得说 李玉刚确实扮演的太棒了 微亮微笑 你不仅是说 就是全市的他们的美 但每个人的美又不一样 我觉得特别 其实很难 对于女孩来说 也应该非常难 是因为她会借鉴到戏曲当中的 包括像轻衣啊 一些扮演的角色 今天呢 我们就请来了一位 这个轻衣的扮演者 我们先来看一看 轻衣和花旦 轻衣和花旦 来来来 我们邀请 先唱一下 唱一个选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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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唱的那个是属于蛋绝的 刚才唱的那个呢 是属于我们京剧中的花旦行的 是属于石玉琢中的孙玉娇这个人物的 听你的刚才讲话语气应该不大吧 岁数 不大 我今年16岁 叫什么名字 我叫白金 是来自哪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现在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刚才他讲述的是戏曲当中的美女是什么样 那现在是这样 我觉得小奥 你能不能帮我展示一下 就是美女现在的美女的喜怒哀乐 现代版的 现代的 来第一个 喜怒 哀 悲伤 乐 大乐 乐倒在地上 好 刚才是这个现代版的 对 戏曲当中该怎么去 应该是更含蓄 戏曲当中呢 喜呢 就应该是 眼神 眼神提起来 怒呢 我眼睁 撑我们 好 我眼泪 两下 了 乐呢 要遮驰 啊 好不坚持 学一下 过来 预备 走 好 那这样啊 接下来 怒 怒 这个不用教 这个不行 是这样的 来 看一下老师的 要瞪一下眼睛 好厌 好 洗怒 这个我也会 你先 这个有点像了 这个有点像 有点像 乐乐乐 这个我也会 这个是不可以 不可以笑出声音的 很棒 难为到你了 刘老师 你是真的是有把戏曲当中的 一些这样的表情 或人物 加入到自己的演艺 当中吗 那肯定会的 很多东西都来源于中国的戏曲 戏曲的确是非常深 国大精神 但是我跟他们的演艺的方式 化妆都 不太一样 如果说一个我来表演的话 比如说我肯定会抓住 如果说给他们讲 抓住人物的最大的这种特点来 比如说像西施 那肯定在描绘 第一个他的体态是病 他会像林黛玉的那种感觉 刚才他可能稍微误解 就是他左看右看 可能好像不是那个劲了 可能不是那 那只不过是京剧里面独特的这种 而且他可能是固定的 格式化的 独特的演法 那西施就是病西施 然后西施换杀 如果说换成杨玉环杨贵妃 一定会是那种 大器雍容华贵 我曾经在西施换剧院的舞台上 也扮演了杨玉环的这个角色 比如说扮林黛玉手啊 都是这样的 扮杨玉环的时候 基本上全是打开的 动作更大 走都是打开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赵俊 我觉得可能这两个人物的对比会大一点 赵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要抓住 他肯定有回头的这样的感觉 如果说你在看他 肯定是回头的那样的感觉 会一下子抓到这个人物 他是从一个国家 到另外的一种国家 来回顾也好 这是最重要的 肯定拿个琵琶 回头 一个动作可能会显示了很多很多 还有另外一个貂蝉了吧 貂蝉啊 貂蝉这个人 我对他的了解呢 他就是肯定是 因为呢 我们知道的貂蝉 是一定是游戏这两个男人 是 一个是 他们叫纠结 对 一个是董卓 一个是吕布 他肯定是 送董卓与 妩媚 送吕布与 什么 都是那种 那样的感觉 所以他的心理电话 会特别 因为我看那段戏 是说 好像是他很欣赏吕布 但是呢 又不敢去正眼 去瞧他 但是最后 吕布是拿那个铃子 去逗了他一下 反正就 就好像是那个 在戏曲当中 对戏曲当中版本很多了 嗯 可是哎 那你觉得男人 眼中的女人的美是什么 那你要问一下 我们的宝贝团了 就是 比如说 像老师说到了 并息师 就是我想到 黛玉藏花 嗯 那种 并泱泱的感觉 很像说 男生要去呵护他 身材人 这种会吸引 吸引人 楚楚动人 小鸟依人 对 还挂着泪 擒着泪 这是你择偶的标准是吗 哈哈哈哈 还饼干 我很好奇他 我就不一样了 我就觉得他那种 已经out了 你知道吗 现在流行浮夸 就是想out这种 就是我钟情的那种 Lady Gaga 对对对 如果要比小二种 稍微收一点的话 那太子姐就是我喜欢那种 对啊 这是知性 这边就好像有点像 招君的感觉 但是太子姐 她本身也很活泼 主要是没有那么over 就是没有那么夸张而已 你是在夸张吗 但是她这种是我喜欢的 就是很真实的那种女生 我觉得 OK 来 李老师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喜欢什么样类型 其实刚才谁提过 林黛玉的这个角色 其实呢 从一个我们 一个心理学 或者说一个美学的角度 我不知道你们研究过没有 其实林黛玉的这个角色 其实就研究到这一步了 对 会是让很多很多男人 喜欢和心碎的这样 照顾她 因为她会 她会折磨你 你知道吗 的 对 的确是这样 她这个人物就是这样 这个就不行 那个不行 耍小镜 他完全符合一个男人的这样的 一个男人的这样的 一个心理念 因为男人他没有这一方面 所以呢 他需要异性来补 补这方面 男人肯定都是铁骨正正的 那您现在心理的空位 有被人填满吗 这个不敢说 不想说 久不告诉你 久不告诉你 OK了 好了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聊了很多的女性 就不如就直接把那首歌 花满楼就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来听听曾经打动她的这首歌 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吗 好 来 来请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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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阳口 菊花酒 滴水饮长天翻远走 饮不尽离愁 岸边流须沾衣袖 岸边流须飘飘沾衣袖 灯如雨中 红红冬 天边夜晚晚 飞水一首 天有归来后 谁将相似情谈奏 谁将相似悠悠情谈奏 花满楼 落满花香军之风 月子多温柔 如你曾经牵着我的手 花满楼 落满花香军水修 风雨晚来秋 落花点点花作春水流 花满楼 落满花香军之风 月子多温柔 如你曾经牵着我的手 花满楼 落满花香军水修 花满楼 落满花香军之风 花满楼 落满花香军之风 空满花香军之风 雨恼 落满海东 明夜花一旧 只空风烟而已 老动海投 明夜花一旧 全粉 Luyiant